雷应该是本季最先钓到大鱼的人 先不讨论他的仿生儿做的如何 看他这气质就像个路鸭大神 关键是他把海鸥的钓位给抢了 海鸥可是能看清水底是否有鱼的 参赛者雷是一名搜救犬训导员 14岁就开始使用弓箭狩猎 对猎物的习性甚是了解 并且擅长制作各种类型的陷阱 所以他觉得凭借自己这身本领 可以让他在挑战赛中生存的更久 如果能坚持到最后赢下50万美金 就能带上妻儿远离城市 过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是他参赛的第六天 一直没有进食的他 迫切需要一条鱼来冲击 他相信一定会有鱼像他一样 鸡不择食 连鱼钩都不放过 没想到还真被他给说中了 几声咆哮过后 鱼被吓死了 雷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它吃掉 可当他用小刀划开这条红椎鱼时 却发现鱼泡里面长满了寄生虫 雷必须把它煮得很熟才能吃 否则很有可能会被感染 就这种肉也免不了被挥压寄鱼 于是雷把鱼鳃取下来给了他 也算是交过保护费了 接下来这位挑战学手叫乔丹 被很多人称作中国女婿 曾经和西伯利亚的驱鹿人生活过五年 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很多生存技能 钓鱼 打猎 物质陷阱样样都在行 再加上从小就在农场里长大 习惯了独居版的生活 所以他认为离开妻儿几个月 能够赢下巨额奖金是非常划算的 到时候就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挑战进行到第六天 他的庇护所已经出具规模 闲暇之余还做了一个驼鹿催命号 今天他准备去查看陷阱有没有收获 遗憾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乔丹心里清楚 像他这种比较瘦的人 是很难熬过那些自带脂肪的选手的 所以在寒冬来临前储备足够多的食物 才有可能让他生存下去 检查完陷阱奔向勘察狩猎地点 却发现这个地方都被山火烧秃了 除了营地还是一片绿洲 其他地方全是木炭和焦土 不得不说 这样的开局属实有点难 参赛者唐尼大家应该熟悉 之前的荒野独居野兽片里有处境 他曾服过兵役 也在世界各地生存过 目前经营着一家野外生存学校 对自己的生存能力很是自信 参赛原因是因为他患有心脏病 这种心脏病被他称作寡妇制作者 与其在家里消极等死 他更愿意为了信仰而战斗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六天 唐尼的庇护所马上就完工了 这种熊窝有着很好的保温效果 但是想要抵御北极的风雪和严寒 还需要填充一层苔藓当作保温层 庇护所搞定后 还需要解决食物问题 唐尼准备做一根投掷棒 原来狩猎 据说这种投掷棒所产生的力量 足以打断一条鹿腿 不知道唐尼这个威力如何 一番精雕细琢后 总算做了出来 开样子做的还是挺好的 至于效果 还需要测试一下 接下来是本季第二位女性参赛者 米歇尔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小山村 打猎 钓鱼 要补 都是日常操作 他说除非在挑战中受重伤 否则绝对不会退赛 因为这50万美金对他来说 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 只可惜挑战已经来到第七天 米歇尔连对像样的食物都没吃过 但以为以他的钓技 肯定不会缺鱼吃 结果钓了好几天 连鱼鳞都没见过 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破油桶 这绝对是荒野独居中的最佳道具 可以用它做出很多实用工具 不知道你们会做成什么 米歇尔的想法是 把它做成浮漂钓鱼 他先卡了一些树枝 给油桶做框架 这样就能防止油桶在水中滚动 接着把手工打磨的钓钩做成仿生儿 最后绑在油桶四周 就能送他下水了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都已经12点了 他还没起床 可能这样做能减少能量消耗吧 毕竟这几天除了蘑菇 他也没吃过什么 起床后他找来几根树叉 准备做补薯器 放在之前采蘑菇的地方 有可能会吃上薯片 当我看到他的拿刀方式后 似乎猜到了什么 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就一刀切在了手上 还好节目组配有紧急医疗箱 尼基赶紧拿出纱布进行止血 我看了一下 伤口还是挺深的 在这种低温的野外环境下 伤口不仅难愈合 还容易发生感染 如果处理不到 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镜头来到唐尼这边 为了迎接北极的寒冬 他每天都会储备一些干柴 由于这几天一直钓不到鱼池 所以他决定戴上弓箭外出狩猎 结果走出去没多远 就坐到了地上 直接开启了手珠带兔模式 不知道唐尼等了多久 附近突然传来一次声响 他立即拿着弓箭冲了上去 唐尼拉满弓箭朝灌木丛射去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命中目标了 饿了七天的唐尼 终于裂到了食物 简单处理过后 射手就被做成了烧烤 没有子燃 更没有十三香 因为饥饿就是最好的调料 这点肉虽然只够唐尼塞牙缝 但对他来说 却是赢下三百万的希望 吃饱喝足 干活都显得很有力气 但是两个小时后就出问题了 唐尼只好关掉摄像机 先去解决一下 完事他意识到事情有点严重 烤肉里面可能含有寄生虫 这会引起利己和肠痙磷 镜头来到尼基这边 他手上的伤口已经有所好转 换上新的创可贴 还得继续干活 虽然一只手砍树不是很方便 但是为了生存 他不能停下来 挑战进行到第八天凌晨 唐尼体内的真气排山倒海 已经拉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不仅肚子里没了东西 就连全身的体液也被消耗殆尽 好不容易成到了第二天早上 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愈发严重 一阵干呕过后 他的胸口开始作痛 这应该是脱水导致血液变稠 诱发了唐尼的心脏病 看他难受的样子 我好想劝他多喝热水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唐尼最终崩溃 撑不下去了 说完唐尼拨通电话气赛了 虽然他没能坚持到最后 但只要拼尽全力去做了 在孩子眼里 他就是最棒的 挑战才进行到第八天 十位参赛选手只剩下八位 分别是凯树取见的内森 一剑抱头小松鼠的巴黎 企图勾引驼路的乔丹 做陷阱割道手的尼基 有桶做浮漂的米歇尔 路亚钓的大鱼的雷 另外两名选手将在下季出场 本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尾给你们看一下 唐尼的实践工具 首先是能够抵御 零下40度的睡袋 其次是一卷鱼线 和一套鱼钩 接着是打火石和小刀 然后是伞绳 折叠锯 再然后是斧头 炖锅和少量食物 最后是猎人必备的原始弓箭 我是不公英 谢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